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还没视角 今天是2019年6月23日星期日 今天的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啊 关于前两天我连续发了几个视频 尤其是前天的时候呢 我发了一个视频号召大家来签名 然后呢我们会呼吁中国的政府 马上收回香港 终止一国两制收回香港的治权 我这个视频发出以后呢 有一些人表示了担忧 首先我想说啊 我这个视频发出来以后呢 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到现在为止呢 我这个视频 我是21号发出的 是前天发出的 到现在为止呢 我已经收到了有 11945个留言 然后呢 有一万两千两百六十五个点赞 有一千零八十个点彩 而且呢还有很多的网友来找我说 他们不能够点赞 也不能够留言 因为呢他们没有YouTube的账号 所以呢他是没有办法来留言和点赞的 还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这些人呢 有的是在国内的翻墙出来 有的呢就是在国外 英文不大好 所以呢不知道如何来办这件事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呢 这个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我知道你们有这样的心情 我知道 有很大的一批人 跟这些一万两千多点赞的是一样的心情 支持中国收回香港 那同时呢还有人表示了担忧 有的人就说 不是说承诺了五十年不变吗 现在只有二十二年呢 还有二十八年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是没有信誉吗 今天呢我就想来讲一讲这个问题 首先呢我想来讲一讲 简单讲一讲这个历史的发展 历史上呢香港怎么到了英国人的手里 我这个就不跟大家讲这段历史 我想讲呢是在1982年9月24号这一天 撒切尔夫人她就到中国到人民大会堂 会见邓小平 那他们两个会见的时候呢 邓小平开篇就跟他 单刀直入的就说 我们今天谈的目的是一个大问题 两个小问题 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要收回香港 两个小问题就是 从现在到97年收回香港之前 这15年当中 这个过渡期如何来过渡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97年交给中国之后 香港如何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 我们就来谈这一个大问题 两个小问题 那撒切尔夫人呢 他们就提出来说 能不能我把主权交给你 但是把治权留给我们 然后邓小平说 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探讨的余地的 我们要收回来 就既收主权也收治权 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在那一天呢 他们两个谈的结果就是 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中国收回主权 收回治权 然后呢 双方再继续谈其他的两个问题 一个呢 就是从82年到97年 这15年当中如何过渡 另外一个就是97年交付之后呢 如何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之后双方进行了22轮的谈判 到1984年的12月14日这一天 撒切尔夫人再次坐飞机到北京 在人民大会堂 和邓小平就签署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就敲定了香港回归中国 这件事情 好之后呢 就进入了一些实施的阶段 那英国呢 他做了一系列的一些个事情 然后准备在97年的 7月1日这一天 把香港移交给中国 那中国呢 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中就包括 起草了香港特别行众区 基本法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块学习一下 香港基本法 这个香港基本法呢 制定之后 是在1990年的4月4日 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的 在90年的4月4日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当时是李先念 由他签发的主席令 第26号公布 自1997年7月1日起实行 这个基本法呢 实际上 我前面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这个基本法呢 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宪法 这个基本法呢 第一章是总则 第二章是中央和香港特别行动区的关系 第三章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是政治体制 包括行政长官 包括行政机关 包括立法机关 包括司法机关 包括区域组织 包括公务人员 都在第四章里面做了规定 第五章是关于经济 其中呢 包括四节 第一节包括财政 金融 贸易 工商业 第二节包括土地契约 第三节包括航运 第四节包括民用航空 第六章是 关于教育 科学 文化 体育 宗教 劳工和社会服务 第七章 包括对外事务 第八章是 本法的解释和修改 第九章是负责 同时呢 这个法律还有三个附件 这三个附件呢 第一个是香港特别行动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第二个附件是香港特别行动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节程序 第三个附件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的法律 这三个附件 这就是香港基本法的全部的内容 这个香港的基本法呢 是由港人和中央来联合制定的 也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 所以呢 这是香港必须遵守的一个万法之法 所有的法律都是在香港的基本法之下产生 所有的法律 香港所有的事务都要围绕 都要遵守这个香港基本法 下面我就来看一看 跟现在要收回香港有关的一些个条文 第一我们来说香港它的法律是怎么样的 第八条里面规定香港原有的法律 即普通法 横平法 条例 归属立法和习惯法 这些法呢 都予以保留 只有两个例外 有哪两个例外呢 一个就是 如果这些法律和香港的基本法相违背的话 那一个是例外的 那个需要废纸 然后第二个例外呢 是什么 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 如果做出修改的话 那个就例外 原来的那些法律 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 对它进行了修改了 那原来的就不再适用了 明白吗 就两个不适用 就是原来的法律呢 基本上都适用 只有两个例外 就两个不适用 一个是跟基本法违背的 不适用 不用了 第二个 就是香港的立法会 把它修改了 那个就不适用了 好 这是第八条 第九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 除了使用中文以外 还可以使用英文 英文也是正式的语言 这是关于语言 还有第十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 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 除此之外 还可以悬挂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旗旗和旗徽 这又是有一个前提啊 这个前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呢 有一个傻丫头 在美国的某一个学校 发表了一个演讲 或者一个言论 她说 我来自于香港 我不来自于中国 这傻 这叫傻话 香港都是属于中国的 你怎么会不来自于中国 如果你不想来自于中国的话 你把那个护照撕了 把那护照撕了 然后第十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 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 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听明白了吗 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就跟北京市 天津市 上海市 和重庆市一样 他们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 反过来说 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这些地区 听明白了吗 直接是管 第十三条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 第十四条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房屋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 中央政府负责香港的房屋 就有外来侵犯呀什么的 有中央人民政府来负责 但是当地的这些治安呢 由香港政府来负责 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 大家都知道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是有驻军的 对吧 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 听着啊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必要时 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 林郑月娥 他如果认为必要 他可以要求那个军队来协助 驻军人员除需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外 还需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驻军的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蔡英郎人员写了一个八问港儿 其中就说到了香港呢是不给中央人民政府交一分钱的税的 但是呢中央人民政府却对香港尽了好多的义务 其中就包括这个军队 军队在这儿驻扎是有费用的 但是呢不收香港一分钱 说到这儿吧 我觉得中国这个政府啊不善于宣传 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是经常在里面说一说 说电视节目里面也经常邀请那些个法律人士啊 或者是什么的 经常做一些座谈性的评论性的节目 老百姓也能更清楚一些 有的时候老百姓不清楚 你像在美国的校园里面说 我来自于香港 我不来自于中国 那个傻丫头 他就是傻 他不见得坏 但是他傻 有些人是坏 像那个黄之锋 我认为他是坏 而且我现在在想 这个人他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据说他的父母是越南人 父母是越南人 可能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他带到香港 他也许是在香港出生的 也许是他父母带到香港的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呢 要在香港取得那个护照 有可能 他有可能是因为出生 据说他是97年出生的 很年轻 很年轻的 啥都不懂就受蛊惑 跟当年的那个柴灵 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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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一样一样的 全都一样 傻 然后第15条 中央人民政府 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 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 这些人都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 然后呢 那个附件 我刚才说了 那附件里面专门有一个附件 是说这个行政长官如何产生 产生对行政长官的详细的办法 然后还有一个附件呢 是香港立法会产生的办法 另外一个附件就是 关于全国的法律和香港的法律 是一个什么关系 好 现在呢 我就进入了关键的一条 就是第18条 18条是这么说的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 包括 第一 就是本法 这个基本法 第二 就是第八条规定的那些 香港原有的法律 第三 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一个是这个基本法 第二是它原有的法律 除了两个例外以外 然后呢 组成香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心力的法律 心力或者修改的法律 你像第23条 在2003年的时候 香港政府呢 就要依据第23条来立法 那个法还没有立 然后这一次 要修改的这个逃犯条例 逃犯条例也是原有的法律 那这一次呢 想对它进行修改 如果进行修改的话 对吧 这就是第八条说的 两个例外之一 要进行修改 但是现在还没有修改 接下来 全国性法律 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 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凡列于本法附件三之法律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啊 就是我们现在收回香港的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在征询其所属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以后 可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 做出增减 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 限于有关国防 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 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自治范围的法律 这段呢就是说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在征询香港基本法委员会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以后呢 可以对附件三里面的那些法律进行修改 可以进行增加 也可以进行减少 好 接下来这是最关键的 这是最关键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决定宣布战争状态 中国如果是进入了战争状态 全国人大会宣布战争状态 或者 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 听着啊 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 听着啊 香港发生了 香港政府不能控制的 危及国家统一 危及国家统一 或安全的动乱 听明白了吗 如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发生了香港政府控制不了的 危及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动乱 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进入紧急状态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发生了香港政府不能控制的 动乱的时候 可以宣布香港进入了紧急状态 在这时候 中央人民政府 可以发布命令 将有关全国性的法律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香港 如果发生了动乱的话 香港政府不能控制 一国两制取消 改成一国一制了 由中央政府 来取回对香港的治权 清楚不清楚 非常清楚 这就是根据 五十年不变 是有例外的 这是香港基本法的一个保障 我们那么英明的 邓小平 能想不到这个吗 黄之风之流的 根本就不学这法律 作为一个香港人 香港的法律都不学 香港的课本里面 这些都应该教啊 我再给大家读一点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因香港特别行动区内 发生香港特别行动区 政府不能控制的 危及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动乱 而决定香港特别行动区 进入紧急状态 这个否则不合现在 现在是不是香港已经发生了 香港政府无法控制的 危及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动乱 有没有发生 把政府和那个警察局全部堵在里头 全部瘫痪 政府怎么控制 政府根本就控制不了 他们在哪喊推翻共产党 这是不是危及到国家统一和安全 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全国人大 分分钟都可以宣布说 进入紧急状态 分分钟都可以宣布 我想现在全国人大 没准把这个都已经准备好了 当他宣布之后啊 中央人民政府 就可以发布命令 使用全国性的法律 在香港 这就是取消一国两制啊 清楚不清楚 明白不明白 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当然了 中国政府不希望香港发生这个 证据不稳 这肯定是中国政府的良好愿望 其实我们接触的这些啊 我们了解的这些事件发生了越多 越增加了我们对中国政府 它的这个容忍 它的宽容 甚至它的善意 的了解 我们越来越了解到这个 昨天我在推特里面啊 还有一个人说 说如果是你拥护CCP的话 你就直说 你不用这么给他洗地 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推特说 好啊 那我就直说啊 我是拥护共产党的 听明白了吗 有什么不好说的 有什么不能一直说的 你如果不明白的话 对吧 那我现在明确告诉你 我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呀 谁可以办得到啊 让14亿人口的大国过上好日子 现在中国那个医疗体制比加拿大的都好 我们很多人到加拿大就冲了他这个医疗福利来的 但是中国的医疗福利现在比加拿大好 我以前我在前一阵子几个月以前 我曾经做过视频就对比加拿大美国和中国的那个医疗福利 在那之后不断的有网友跟我报告 报告他们享受到的福利在中国 他们基本上就是 你交很少很少的一个钱 然后就能够报很大一部分 医疗也报 药也报 我都跟大家讲了 像我在加拿大 对吧 我作为一个 我现在是无业人员 我没有工作 我是自雇 我的药没有人给我报的 全部我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掏 我只不过到医院去看病 然后我是免费的 假如我住院的话 我也是免费的 对吧 但是在中国是什么样子 海外的人可能不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你现在可以回去看我几个月前我做的那个视频 去看一看 了解了解 中国 共产党真的是 把中国治理非常好 有的人说推翻共产党 我就问你们 推翻共产党之后 谁接管 谁 现在呢 海外民运 有很多人管它叫海外民斗 真的是 你们太逗了 太逗了 啥都没搞清楚 还跟那夜郎自大 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 你能干什么 你能干什么呀 什么都没搞清楚 连民主都没有搞清楚 我只不过跟你们有不同的一个意见 好家伙 这一天到晚的对我进行侮辱和谩骂 这是民主啊 对吧 你们是海外民斗 我现在我都不叫你们海外民运了 你们就是海外民斗 斗死了 你这么做 你来招恨啊 人家别人不会看吗 这么多人支持我 你们看不到吗 我发了一个视频 现在我刚才给你读了 对吧 刚两天不到的功夫 一万两千多的点赞 一万一千多的留言 你们那个顾你水军来点彩 满大满算一千多 你们又不想想 这些人都是五毛啊 这些人都是共产党顾的水军啊 开什么玩笑啊 共产党能顾水军来支持我韩美啊 开什么玩笑啊 盛雪还说韩美现象 对 就是出来一个韩美现象 打从韩美站出来以后 旗帜鲜明的 我就支持共产党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 敢于表达 这样的一个心情 意见和立场 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表达了 以前我都没有想到 以前我还以为 海外民斗的这些个 站逐流 我还以为海外民斗 他们是民主的 他们是和平的 当时让郭文贵给欺负够呛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 他们那种风度哈 当时我就觉得 他们好像是有风度的 原来不是哎 原来他们是欺软怕硬哎 原来他让郭文贵欺负出那样 并不是他们有涵养有风度 而是他们怕郭文贵 你看他们现在欺负还没多来劲 我那语言用的 你我什么侮辱性的词汇都用上 威胁 不仅威胁我本人 威胁我老公 甚至威胁我儿子 这叫民主吗 真是不聪明 你让我的这些个粉丝都看清了你们民斗的丑恶嘴脸 你们就是垃圾 我劝你们啊 如果你们真的是有思想 有报复 有主张 想希望中国好的话 你们改变一下立场 不要带着这么大的敌意 不要这么恶毒 跟我似的 对吧 抱着一个善意 共产党他肯定是有很多问题 肯定的 我对好多方面我也有意见 但是你抱着一个善意 你可以给他们一些意见和建议 对吧 然后他跟不爱听的 你就闭嘴 如果你想评论 对吧 你就是一个善意的评论 不要一天到晚的时候 你就应该推翻共产党 推翻共产党谁能管啊 老百姓干你都不干 你这么捣乱 影响这个共产党 为老百姓谋福利 换一种方式 友善的 建议性的 对吧 对谁都好 这香港一闹闹 哇那些个民斗就来精神了 你看不到那些香港那些暴徒 怎么对待警察的吗 我就拿那些视频 我就在我的那个推特里面 我说来来盛雪 以及你的党语 来对这个视频说了 你们有什么好说的 好 今天我这个视频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收回香港的话 香港基本法 给了这个答案 给了这个保障 中国政府想当年 邓小平是考虑到这个的 怎么会考虑不到呢 对不对 我再跟大家读一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 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 然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 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这就是一国一制 明白了吗 我的视频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